我要你再散步一次 我做起人會當送電話問題 精湛演技飾演惡女 曾婉婷讓人恨得牙癢癢的 越壞反而越吸引觀眾注意 重點是你在那裡不好好保護我 保護在你媽的臉上身為我 可是他站在我這裡 我敢讓人比他做出這麼多的事情 精緻臉淡火辣身材 曾婉婷被封為本土劇女神 臉書擁有近百萬粉絲支持 不過連日嘎戲 曾婉婷卻突然在臉書自爆 自己無力負荷 PO出了自己阿一貞的照片 清楚看到血管上的黑青 曾婉婷說小季病了 病得不只是人 更是她的心 已病得無可救藥 我無力再負荷 網友心疼曾婉婷病倒 留言安慰真是夠了 希望粉絲響應聚看 熬夜拍出來的戲 還說拍戲也會搞到生病 還要繼續當演員嗎 也說人不是鐵打的 不是24小時便利商店 要顧好身體 有可能是暫時亂來 沒關係 我們就等待會兒 看她有辦法妳也會多久 雖然接連演出惡女 讓曾婉婷人氣暴增 卻遭到不理智的網友 人氣不分 無理謾罵 讓她壓力很大 像我之前都是演那種 台灣好媳婦那種形象 然後我全部都是演苦淡 但是就這一部演壞人 全部人都說 你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 都要演壞人 你為什麼要演這麼壞 難道你個性就是這麼壞嗎 曾婉婷無奈被定型為壞女人 前前孟婷麗才疑似 因為排席過勞不幸過世 曾婉婷現在不只身體健康 亮起紅燈 還自爆心理壓力大 無法負荷 讓粉絲好心疼 記者黃一文 楊綺浩 台北報導 中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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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הוא